朋友们好 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自媒体上 网络上一直在传的这个白费 有一些得过这个新冠的 感染奥密克戎的重症患者 在拍胸部的胸透片子的时候 就什么CT啊 包括X射线呢 也就我们常说的 做胸片的时候 肺部那块呢 是白色的 正常来说 我们肺部呢 是由肺液 肺子里面是由肺液组成的 肺液里面呢 充满了空气 正常我们 没有被感染的时候 就正常拍片子的时候 那个部分呢 应该是黑色的 如果是重症患者感染到奥密克戎 或者肺部有炎症的时候 得说是严重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是严重的时候 那个胃部 才是显现出的是白色的 所以根本 没有什么所谓的白肺啊 或者说黑肺 不是那个概念啊 它只是一个成像出来的一个显示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 就是只有肺部感染 非常严重的时候 才会显现出是白色的 但并不是肺子啊 我们的肺液是白色的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那么我们网络上 所以传的这那个白肺啊 其实就是因为重病患者啊 被感染后 我说的是重症啊 一定要记住 重症患者非常严重的 或者说是肺部感染 不排除就说是 这个新冠奥密克戎感染后啊 无论是新冠还是肺部肺炎 达到重症的时候 非常严重的时候 才会显现出是白色 那个区域是白色的显像 它只是一个成像的效果啊 它只是成像的效果 并不是肺子就白了啊 不是那个概念 所以说大家不用特别恐慌和害怕 我把这个事情 为什么说了这个好几遍呢 就是要让大家 厘清两个概念 第一 我们的肺部再重塑一下啊 大家不要先啰嗦 我们的肺部呢 是由肺液 肺液里面呢 是含有空气的 正常我们拍胸片啊 俗称我们拍胸部 胸片的时候啊 然后它显现的 如果你的肺子没有问题的话啊 就是黑色的啊 那个部位 肺部是显现的 成像的效果是黑色的啊 如果您这个肺炎 如果您这个肺炎肺部的炎症非常严重啊 或者是是感染了奥密克戎很严重重症患者 那么他显现出来的那个部位成像的部位显示出来的是白色啊 是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说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是严重病症患者啊 第二个呢 就是那个区域显现白色并不是代表肺子变白了啊 所以说这个事呢 要跟大家说清楚一下 另外呢 在这里再提一句 前段时间 浙江利水一个农村啊 被爆出来 一位感染到新冠奥密克戎的患者突然昏厥啊 然后不幸离世的这个消息是假的啊 这面的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 是他谣传说是洗完澡得完新冠奥密克戎以后感染 感染完奥密克戎以后 我这有点啰嗦了啊 大家不要介意 我只想把真实的真相告诉给大家 是这位患者是67岁啊 他呢 网传是在等待就医的时候突然昏厥然后死亡 这是一个已经证实了 这是一个谣传 那么这位病人呢 现在就在县医院正在住院 他当时是在就医等待期间 发生了昏厥这个是事实 然后经过抢救 已经脱离危险 而并不是因为是感染了奥密克戎 然后洗澡以后 然后昏厥死亡 这是完全没有的事 这是一个谣传啊 这个造谣的这个这个人已经被公安局和网信办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再透露一下这位67岁的患者呢 他是因为是肺部还是切除了胃部的肿瘤 然后在等待就医的时候突然感觉呼吸困难 然后昏厥过去 是这样的 因为是很小的一个病患 没有问题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大家一定把事件搞清楚 千万不要听信一些谣言 网络上的东西 百分之不能这么讲 就是您信一点 知道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当真 就像这个网传的这个白肺和这个67岁的老人 然后因为感染了新冠奥密克戎以后 然后洗完澡 因为得了新冠 然后洗澡 然后突然昏厥 然后死亡 其实巴肝不是那么回事 包括这个白肺的问题 大家都清楚了吧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恐慌 只有你的肺部严重感染 或者说是奥密克戎的重症患者 在这里再提示大家一下 一定要关注老年人 而且是高龄的重症患者 大家一定要关注 因为这个奥密克戎对有基础病的高龄人群 确实很危险 比较啰嗦 抱歉